詞曲 李宗盛 亭文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媽祖慈杯,大家好 有位網友在《易德媽祖》的網站討論期上來問事군說 現在市面上很多媽子的人民商品 利用媽子的名義掛在商品上面 來賣一些婚食或求品 這樣儒華嗎 這樣的問題來問師姑恩 師姑恩的回答是這樣子 媽子的信仰文化 是東方、魯士、道、人文思想 那包括了儒家、佛家、道家的一些教理 那佛家當然婚食、殺生的東西不鼓勵 酒在五戒當中也借酒 所以你賣婚食、賣酒餅 好像是換戒好像不如華 那佛家因為對戒律非常的要求 就好像真的是不如華 可是道家呢 道家盛取自然呢 他不沒有敬酒 所以我們道家要拜一拜呢 都會上酒、敬酒、祭酒 祭祀 祖先用酒來祭祀 神明也用酒來祭祀 那我們有拜婚的呢 靠金、落金 道家 因為道家講求順其自然 在戒律方面呢 不要去損人就可以了 那佛家呢 更是人本主義 他沒有所謂的前世因果的觀念 他沒有前世、沒有來生 他是人本主義、重視今生 修徵其家、住國、平天下 他是人本主義、重視人 對於殺生啊 他沒有說忌諱的 他就是他要做善 你不要做惡人 你不要犯法 不要違反道德 來損人利己就可以了 所以儒家呢 更沒有這些 敬酒類、敬婚室的一個戒律 所以我們八子呢 文化信仰 是融合這三家 沒有像侯家 這麼要求那麼嚴格 所以我們常講 我們是侯教 可是我們也不是侯教 我們是道教 也不是道教 我們是儒家 也不是儒家 我們是儒家 很獨特的一個信仰文化 遠近到現在 合乎民情、路視 這叫文化 可是我們也沒有背離 這個 活家、儒家、道家 那種慈悲心 人道 所要求 可是我們也沒有介力 也沒有那麼嚴格 那我們的特性呢 就是母愛 母親的愛 母親的愛 所以媽子視我們如處子 經典就是這樣講的 所以媽子的名義 給一些商家 做一些人民商品 就像一個媽媽 來幫助她的小孩 發展她的事業 主要這個事業 是共贏、共好 利人、利己 這是恍乎 對不對 也不算善 也不算惡 對不對 是還人做的事 甚至呢 這些商家 最後賺到的錢 成為兼給公益 損己而利人 也是一個善事善人啊 至少他沒有作惡啊 他沒有違反法律啊 沒有違反道德啊 來利己 然後呢 傷害別人來利己 沒有啊 這些商家不是惡啊 這媽子講到的是 修善斷惡啊 他沒有惡啊 甚至可以修善啊 所以 對人民商品 來賣婚食 賣酒 只要不違法 不違反道德 他有合乎法律的規定 沒有違反道德 那我們覺得 我們就不需要禁止 說他不合法 我們就說他如法 修善斷惡 因為他不是惡 所以 我們盡量鼓勵這些商家 甚至於 究竟損己而利人 真正的做善事 成聖人 那我們呢 就達到 媽子信仰文化的目的 向上 協善向上 大家成為善臉 成為聖人 這是我們的目的 以上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子慈悲 是 很難的 都不願意 儀 更難的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